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小就喜欢在家里胡乱跳舞 那也因为这样爸爸把我送去舞蹈学校上课 那也到上课才知道说原来跳舞蛮好玩的 那一直到了大学毕业就要面临说 像我淡加英文系毕业我要去做一个秘书 还是我应该继续去往我喜欢的表演艺术追寻 于是我到了纽约 我们在纽约看到一个最大的跟台湾环境 当时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纽约其实有不同类型的剧场 它有小剧场 中剧场到大剧场 很多人是从小剧场慢慢成长 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讲 好像是一个年轻人起步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于是回到台湾呢 我当时就跟罗曼菲一起 就成立了这个皇冠舞蹈工作室 那我们那时候想法很单纯 这里就是在台北的一个艺术家小厨房 那我们可以邀请国外的老师 来这边上课 排练 那就在这里就地演出 所以对我来讲 那是一个很百花起放的年代 就造就出来说 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什么不能够 在剧场呈现的状况 皇冠舞蹈工作室 在前面的五年 跟很多各种艺术家合作之后 在1989年我觉得实际很成熟 就成立了舞蹈空间舞团 那时候是整个文化我觉得是在一个改变当中的一个文化 在文艺方面 在文字方面 在社会方面 在民众的互动方面 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是生命力很强的一个地方 所以对我来讲 舞蹈空间代表了 那个时代是90年代初的时候 整个台湾的社会上文化上的一个大爆发的一个 最有代表性的 也是对我冲击最大的一个团体 在舞蹈空间 在舞蹈空间 在成立的时候 其实没想过会走多少年 可是在30周年的时候 我很开心的能够看到说 其实从舞蹈空间 这个舞者很多也经过不同的历练 然后慢慢也成为编舞家 所以30周年对我来讲 很重要的一个制作就是醬 那在醬这个制作里面 我们把已经成为编舞家的前舞者们邀请回来 就等于回娘家创作 舞蹈空间就是我们把舞者准备好 排练准备好 所以让编舞家可以很安心的创作 我有一点点像是厨师 就是我感觉到说这些菜不错 然后我们怎么样把它拼起来 然后炒起来 变成一个可以端出去的一个菜单 开放这件事情 有点开支善业 那我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 从舞蹈空间走出去的编舞家 其实不管对于主题 还有表演形式 跟演出的演绎的方式 甚至整个视觉 都是有非常不一样的呈现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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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時候好像難以聚焦 所以我在第二個十年就嘗試說 要不要找固定的編舞家 讓他成為舞團的品牌代表 跟彭老師談過 那我們接下來 他所看到的舞團 將來要走的那個路線 會是什麼樣子 彭老師就給我三個字的回答 就是不一樣 所以他第一個製作就想在華山的 一個大型的倉庫 有四棟連在一起的大型倉庫 做一個走動式的演出 那在這個演出當中 我就可以看到說 明龍對於視覺的想像其實很豐富 然後對於作品的起承轉合 也滿有挑戰性 在推向一點之後 其實也有不同的作品發表 可是我就給他一個議題 我會去吃漢堡 我穿牛仔褲 我穿西方剪裁的衣服 我就是西方人嗎 不是 留在我血液裡面的還是東方 所以當作在做那個東風系列的 也是從這個出發點開始 就探討說 那我自己到底是誰 他用那個Tresher Brown的一個鬆關節的一個技巧 跟偶的形式 然後兩者結合呢 那我自己覺得這是 不只是一個編舞家他有自己的特色 他也讓我們看到一條傳統跟現在 特別在技術的部分 你如何的跟現在的一個 現代舞的技巧裡面呢 進行新的質變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部分 以他對於身體那種有機的感覺 他真的能夠把東方跟西方 炒出一個非常融合的味道 雖然作品好像是三年五年 可是前前後後後我覺得真的是 用十年養成來成就這個東風系列 葡萄公園給我一個最大的禮物就是 他允許我在這五年裡面去跌倒 就其實帶領一個這麼有歷史的一個團呢 其實是那個壓力是很大的 而且呢又有很優秀的舞者跟編舞家 跟總監在裡頭 那如何的能夠有一個好的一個方向 跟好的成績 那的確每個人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壓力很大 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所以當我做夢的時候 完全都看到各種的好處 可是我也必須說 這對於舞者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就是有的編舞家很希望 舞者能夠掌控身體所有的細節 那可是有的人呢 又希望你放掉所有的技巧 所以舞者忽而要這樣 或者有時候還不只是要跳舞 他們有時候可能還要講話 舞蹈空間本來就是想要開發 更多元的舞者 因為我們的表演形式本來就是很不受限 所以我覺得大家除了跳舞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就盡量拿出來 我們會開不同的課程 有讀劇本的課 有表演的課 甚至有小丑的課 來豐富他們的表演能力 招募心血無非是希望說 讓大家有一個更好的環境 可以把從小所學 或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找到一個空間能夠好好展現這樣子 舞團進入第三個十年 那反正就是會 也是要看看還有什麼新的可能性 雖然我們聚焦一個單一的編舞家 其實讓我們有一個品牌跟特色 可是如果只有這個方向 自己又覺得好像有點不夠 所以於是我們就開始在想 是不是能夠找一些 國際的編舞家來合作 那於是這樣 島奇策就是我們第一位 真正合作的一個國際編舞家 那是她的美麗 她永遠都會進入我的創作 她讓我自由 不容易 我覺得我們有一種一拍即合的感覺 因為她的舞蹈跟音樂 非常非常合拍 就等於把音樂的特色 用一種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 這個畫面 這次我創造的 是叫做South 這個非常特別的畫面 因為音樂 這個音樂 是從台灣的本來 我真的想把這個畫面 給台灣人 我覺得國際編舞家可能是文化背景 還有編舞養成的不同 能夠給舞者更多的挑戰 讓舞者可以在這個刺激之下 能夠有更大空間的表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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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齊冊 讓我開展好像是一把鑰匙 就是開啟了無限的可能 所以除了寶齊之外 我們接續有跟法國的編舞家 Cristian合作 他做了一個比較冷調 可是也蠻有視覺感的作品 那我們也跟澳洲的編舞家 還有西班牙的編舞家 就是來自各種不同的地區 那他們每一次都對於我們 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他們也讓我們的製作 變得更有可看性 除了我們要做比較藝術型的作品 我們還有沒有可能可以做一些不同的類型 於是我也發展做了親子劇 因為我覺得如果只有大人看得很開心 小孩子沒有機會接觸劇場也蠻開心 那甚至我們還做了所謂的科技劇場 就是用電腦啊 用很多特別的設計 然後讓舞台的視覺可以跟不同於以往 讓去想要說 一聲音,多疏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如果你們有一個維持性的 Uhm 類似乎 每個種種、與那種質量、 涉及各種種、 那都可以保持不少 其他群人活動 也是 一個比較一種 可以 就是 有一個 這個人 這個團隊是非常強的 所以我確實感到一個差別 我看到資訊上升 雖然他們是其他舞蹈員 但現在是一部分團隊 這是很驚訝 其實透過一個國際公職 所以讓人家可以真正的開始認識台灣 好像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那我希望說 讓所有的人知道 亞洲的舞者也很棒 於是透過這樣子的國際製作 我們讓舞者有機會 可以到歐洲 參加他們的新製作的發表 新製作發表完以後 再把這個製作帶回來台灣 在歐洲中 我曾經在歐洲製作 我看到DFT舞蹈員 一或二組 他們做得非常好 我認為我從別的組合 那是很驚訝的 這是像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做完了 所以他所有的技術資料都已經完成 所以來台灣重製的時候 我們可以省力跟省錢 我在他身上擺動 對他就像一個表子一樣 我從DFT的課程中 我的教練是 是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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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如果我做到DFT的話 如果你覺得DFT是好 那就是 結果會來 首先,我們有機會看到我們從海外的舞蹈 所以我們可以觸碰到新的文化 我們可以感到很多貴重的感受 但交流是生身的人 我认为这些人们在实际上悲论和谈论和时间 和时间共有的作品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认为非常有意义的 我认为这些文化的文化 和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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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喜欢的文化 和文化的文化 也认为这些文化 是非常有的 我认为是一般的 我认为说是一般的 2020年我们 诊装要准备的月球水 其实没想到 因为疫情就延到了2021年 結果沒想到再因為疫情又必須延期 所幸就是我覺得就是我們合作的對象 通常都是跟我們很合拍的 所以我們很快的就現有的素材 那我們排定拍攝的計畫 那有部分是在台北拍 那有部分當然在日本拍 那甚至我們還把部分內容拉去戶外拍 以一個線上的國際共治 應該是還沒有潛力可需 然後表演藝術要跟這樣走到一個 可以找到一個不同的方向 真的是一個我覺得是未來幾年 都會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很多事情都記不得 可是還記得她喜歡跳舞 這麼樂觀的 這麼積極的往前走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真的很像變形蟲一樣 扭力很大的一個小跑車 一直在長大的小孩 做實事 講求真正從根底的改變的團體 那就像一隻美麗的天堂鳥 它是開放的 充滿自由 還沒有其他大劇院在推舞蹈的時候 我們也在舞蹈空間看到世界 它永遠是披荊斬刺 無所畏懼的 非常溫暖 非常多變 它一直保持這樣的開放性 這個不是很多其他的舞團 甚至國際上的大舞團 可以提供到的一種能力 舞蹈空間 這個空間的這兩個字 它就已經算是一個非常開放 她真的確保我自由 那是台北的藝人的藝人 我不會忘記誰 和人們在最初的信仰的藝人 其實事情就還破天空了 多元是舞蹈空間想要呈現的最核心的精神 那也的確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會覺得多元就是沒有重點 可是對我來講 我可能就是走了一條比較長的路 因為我覺得我們太多時候 我們都想要一個單一的答案 對我來講 舞蹈不應該有一個樣子 那我希望所有的人 來看舞蹈空間的演出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驚喜 然後我們就希望必須它的 如果我們要走那裡 我們就能拒絕一下 我們想要跳來 頂起來 有一種旁,我們會有一個人 我們一起去 賠了一個人 我們可以有一個人 我們可以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